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西总统鲁拉访问中国大陆期间 其实他有非常多批评美国的一些内容 包括了说俄乌战争就是西方世界不愿意停止它 所以这个战争打不停 然后另外还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美元 那么使用美元对我们来讲产生的那些伤害 这些都是直接 然后非常强烈的在指责美国的部分 我们然后回到了巴西之后呢 我们看到很快的这个礼拜一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访问了巴西 然后鲁拉还接见了拉夫罗夫 所以你就看到说美国这回就待不住了 就出来强烈的批评巴西总统鲁拉 是直接点名鲁拉来批评 这就代表双边的关系已经遭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 那巴西也很不爽的反击 这是巴西的部分 墨西哥的部分是因为这一次的机密文件显示 美国不但是这个对于俄乌战争 对乌克兰的情况其实是悲观的 而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他还监视很多他的盟友 以色列拉韩国拉还有墨西哥 以及联合国的秘书长 现在这两边墨西哥跟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反弹了 当然墨西哥的反弹是最为强烈的 这也反映出来就是美墨之间的关系 始终处于一个紧张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后门现在出现了失火的状况吗 当然是失火的状况 我们先看墨西哥好了 你知道墨西哥的LAPES的这次的翻脸 我就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说美国所泄露的这一波的情报 里面并没有直接的会让你感觉到 美国在监听墨西哥的行政部门 那那为什么墨西哥反应呢 因为美国的常常用他要查去毒毒品 要阻挡非法移民 所以呢他是跟墨西哥之间是有这样一个默契的 就他对于呢就中美洲的这些的黑帮 那毒品的通路非法的移民的动向 他是有监听的 墨西哥对这件事情是默许的 因为因为墨西哥就卡在中的中间嘛 所以呢美国就监听 但是这次所曝光的内容里面啊 让墨西哥说有很多显然是只有我知道黑帮 并并不知道的事啊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那里面的推断就是说搞了半天 你在监监听我 你把我当黑帮是吧 你把我当非法移民是吧 你里面明明有有很多的那些情报的内容 而且墨西哥呢等于是在告诉他说 那个那个内容是对的那个内容并不是被捏的捏造 而且是只有我们才知道所以我给你方便你给我当谁 对就是说呢你拿了监控黑帮了非法移民当借口 结果你在监控我所以呢Lopez就翻了 好那如果只有Lopez那也那就算了 因为呢还有呢还有联合国的联合国也发文给美国 你讲的讲清楚 我联合国总部虽然在你美国 请问你监控的古特雷斯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跟巴西又有关系了 因为古特雷斯呢过去是葡萄牙的总理 巴西我们说他们是普与西国家 哦那个那个感普与西国家其实还蛮团结的 因为他们的国家并不多 好那连联合国古特雷斯联合国的秘书长都要求你给个说法的时候 美国的这次的监天门事件啊很难善了 现在拖面自干的唯一的大概就只有韩国韩国说没有不可能那天是篡篡改 他不可能监定我我们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就明明人家呢在在偷偷的在搞你 证据都已经明明显了结果呢你还不愿意去承认就是把头埋在能买在沙地里面当鸵鸟 大概除了韩国以外其他的呢对于这次监天门事件大概都已经公开的翻了 可是因为毕竟墨西哥呢比巴西可能要更敏感 他终究呢是在北美区的就是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 美国呢大部分的就是说工厂的生产制造业呢都移到墨西哥了 或者想要把货品卖给美国的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是到墨西哥去投资 对就是说呢我当我要进到这个北美大市场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我的生产性的投投资大家都说没得一位谁不不会啦大部分都都是呢没得以麦西哥 那基本上面的当我要制造业要回到北美要回到美国很难要回到北美是有机会的那就是回回到墨西哥 可是墨西哥跟你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对美国来讲也是如芒刺在被一般 南美洲因为中南美洲我们之前讲过中南美洲总体来讲对中国还没有这么重要因为中南美洲 虽然他已经是已经是中国的上一季的对外贸易的第四大贸易和伙伴同时是正成长的前面四个贸易伙伴前面六个贸易伙伴里面有四个是衰退的有两个是成长成长是东盟跟中南美好但是呢中南美其实占整个中国的外贸的比例只有6.8 比例很低比例很低所以中国对于中南美很重要但是坦白说中南美对中国来讲还没有这么重要 嗯可是呢当当巴西巴西的鲁拉为为什么跟美国的公开的对着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就将科比啊你要你要你要用用那种近乎羞辱式的就是说你这个鲁拉你像鹦鹉一样在学的学俄罗斯科比中国讲话科比是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对我因为我我我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还蛮喜欢听他讲话 我觉得他讲话有细味那他他是将将将将军他是少是少将背景他是军人被背景啊讲讲几话来说呢你即使在现场听都觉得这个人是是有有点那种的语言当中的这种的戏剧人员素的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巴西就不可能不回应啊 那巴西鲁拉老实说鲁拉这次到到中国他真正透露的就是说他一定要把金砖搞搞起来他除了为罗塞福去接那个行长的去做见见证觉得那个就是巴西的荣耀他接下去呢跟中国之之间的双边的本币的结算他甚至于呢寻寻求在制造业商的那当中来讲的进一步的跟中国的整合 所以不管是华为啦不管是比亚迪啦等等你西方国家点名想要去制裁想打压他通通要他都要去看他通通看他通通要而且呢用各种的方方式摆脱你美国对他的干扰我就是要放放给华为他其实在政策上面他从来没有说呢我要给华为啊可是最后呢华为就就是呢在巴西呢开支战业了他用很多的非非经济的手段保护了华为在巴西的进场嗯那这种的这种的 操操操作对美国来讲呢那更痛苦所以呢南美大国呢跟中美的大国呢跟美国的翻脸这是美国的后院失火的再次证明嗯但是这一个失火因为美国无论如何从门罗主义开始他对于拉丁美洲就是有很强大的载质力量嗯这个载质呢不一定是说我在经贸上面我来影响你啊他其实里面还包括了我投资或或不投资嗯然后然后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政变这些事情嗯那不会有影响吗现在大概大概比较难了我觉得我觉得最近几年啊呃从我念书以来开始读依赖理论啊世界体系理论啊就拉美的开始读读很沉重的马马奎斯的百年估计那知道就是说虽然距离我们很远可是他所透露来就就说呢拉美人的那种的很凄凉的感觉这就是被 被强国载质对就是你美国这么好我为什么这么差卢拉在在中国讲的话我我我说他这个很感性的人我觉得他讲话是很有渲染力的卢拉就讲就是说改革开放前的时候巴西呢比中国的状况好很多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巴西的人均所得啦财富啊发展都比中国好中国竟然四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感触很多你倒过来讲不是只有 巴西不是只有拉美我告诉你在改革开放以前菲律宾的状况也比中国好很多嗯菲律宾的状况甚至于比台湾好很多早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甚至于我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的台湾都还会派一些考察团到菲律宾去考察呢对因为要吸引菲律宾的乔治对乔乔治台湾的光台台北市呢还有很多的大楼呢都是当初的华侨菲律宾的华侨回来台台湾盖的那个时候比台湾都还好 可是为什么四十年之后就是盼若云云尼鲁拉在反省这件事情那最近的拉美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更强的反省力了就是为什么亚洲东盟这周围的这些的国家呢跟着中国共好一起上来可是为什么美洲只有你美国独好而其他的国家就一直都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要摆脱自己的道路了不过我觉得他们还有很长期的 积怨在里头越鲁拉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之前我其实看过一篇就是巴西的教授他写到的这个情况当然你要知道那个教授他一定是偏左排的他认为美国不断的其实是用殖民式的剥削投资就他在这里面其实占据了巴西很多重要的这一些产物 但是问题是他在分配上面其实巴西自己得到的很少而美国企业得到的很多这个在拉丁美洲其实都很常见这是你在提到的这依赖理论当中其中的殖民经济当中其中的一环那么另外一个其实他们就是对于美国民的暗的这种各式策动的政变 或者是军事政变甚至于暗杀他们其实是高度的不满而这里面尤其是左派因为鲁拉这边是左派其实感受是更深刻的所以我觉得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墨西哥的总统其实他也是左派出身的 所以我觉得以拉丁美洲只要他一旦风向向左转的时候那个反美的声浪就会拉高到最高峰可是过去这一些反美的这一些拉丁美洲我不是说拉丁美洲全部都是反美拉丁美洲也有亲美的但是当他向左转比较偏反美的时候他们过去没有其他的失利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同点是他们多了一个杠杆就是中国大陆 嗯当他发现他的经济上面经贸上面有了不同的出路的时候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化学变化嗯这是我现在在观察整个拉丁美洲从巴西啊墨西哥啦等等的最大的变化的这一个关键点嗯他出现了杠杆他就出现了说话的底气嗯那我我觉得拉丁美洲已经快要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他亲美 当年当当年哥伦比亚都左转的都变天对最右派你几乎已经已经已经没有因为之前本来认为是右派模范国家的智力跟哥伦比亚其实都对就当当那前一波的选举 你看到连墨西哥洛派出来了哥伦比亚呢80年没有没有左派上来现在也已经上来了所以整个的整个的拉美区对美国来讲的其实是非常困扰因为因为那个象征性的味道太太强就就是你的后后院或者你的左邻右舍跟你都不好嗯那都觉得你越来越富啊我们我们我们越来越穷 那那个关系就不对那美国对这些事情来讲呢他的内部的机制让他没有办法去回应这种地缘上面的这种的贫富落差所以呢每一个在他身边的国家来来讲他知道你要期待美国真心的以他的国家力量来帮助你带着你一起的一起发展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要找自己的路我觉得拉美这这些国的国家大概给我的感觉啦就就是他们终于感觉到就是 就是说他们的未来不一定要经过美国啊有有另外一条路了虽然这条路呢以前没没没走过可是最少是一条路他已经看到就说我只要走美国那条路我永远不会达到美国的水准甚至不会超过美国所以呢美国就会一直压着你那那种那种的殖民经济的痛苦感从上个世纪的七零年代延续到现在不但没有任何的解决的可能鲁拉呢在在讲那个话的时候是很真实的你可以想见一个 一个老人家七七十几岁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我们跟朋友相比好了年年年人总会比较吗年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比你有钱多了我吃的住的用的都比你好结果呢这四十年时间就慢慢的变变化等我再看到你的时候呢我头都抬不起来了就是怎么会差这么多他不是对于财富追求这么简单而是这四十年我在干什么 就是我在干什么那中国是怎么办到的所以鲁拉在讲的是一个他们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美系的国家来讲他可能是个救赎他们并不是亲中而是看到了中国发展模式似乎可行他们要的是那个发展模式有没有机会在他们的国家治理上面能够同样的大方异彩 美国必须要懂这一点不是亲不亲中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好那么但是这一系列的新闻当中有一点就是美国似乎把美国监视其他国家的领袖监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视为天命特权特权所以你才会一而再一再而三的发生吗不管是危机解密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诺登的报告也好一直到这一次的解密事件都是如此 其实在前几天Elon Musk就马斯克呢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有爆料的他爆料说其实美国政府是可以看推特上面所有的内容不不只是包括私讯包括私聊美国政府是通通都可以看得到的他可怕他说在他买推特之前他完全不知道他也被这件事情给吓到了公开爆料了这件事情就是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丝丝丝的道德愧疚感可是他会不断的去指责别人正在做这些事情他会指责说俄罗斯在窃听我们他会指责说中国大陆正在窃听我们可是事实上目前能够拿得出证据来证明有在监听全世界领袖的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啊对那大陆方面的反应很简单哎这老新闻又不是第一第一次对对对听很多了就是确实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所有曝光的对于其他国家元首的有系统的而且不露声色的监听而且而且旅欠不改被抓到了之后呢他继续监监听你想斯诺登距离现在十年了而已我我我这两天呢把把斯诺登的书呢再拿出来看那看说斯诺登提的提设斯诺登一开始说那个临近计划 对他的临近设斯诺登的书一开始他说不要相信纽约时报 不要想相信华盛顿邮报他们的都都是那美国当权派的狗说的好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怎么不会不会注意到这句话哎这次在看的时候哎他一开始告诉你说不要想好深刻对对对所以十年前真的没有这种感觉对所以他爆料的时候不会去找纽约时报不会去找华盛顿邮报他为什么跑到外面去爆料美美国不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吗 理论上面来讲我斯诺登要爆料我就跑进纽约时报走总部啊我就跑进了华盛邮报总部他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先跑到香港然后呢去去找欧洲的媒体呢去爆料而且能用各种的这种迂回的方式每个参与的媒体呢记者都觉得自己是冒着生命为危险来做一件事情斯诺登在讲这件事可是美国十年之后你仍然在做这件事那你说你基于国内的安全 你可能要有一些网络安全的防范防范这个呢以现代国家的互不信任的敌对关系来讲或者担心恐怖活动 我觉得勉勉强强啊大家或许愿意交付一部分的自由跟隐私好吧你你只要不要在里面的针对特定对象的收集资料就好 可是美国不是美国是针对其他的国家而且呢针对其他的国家跟你根本没啥关系 你也继续这样的监听而且被逮到了之后好像也面无愧色这个呢就可怕了甚至于呢不久之前呢过去我们都怀疑当你买买美国的装装备 比如说你买美国的飞机大炮潜艇船船舰舰那你就知道就是说关键的时刻呢他是可以把你某些的系统关关关掉的关掉了之后你就跟个瞎子一样 你根本的就是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你买他的装备你就乖乖的听他的你是没有办法用他的枪炮来对付他或者对付他所不希望你对付的人没错 甚至于你买民航机波音的民航机也一样他必要时候呢让你飞不了那就可可怕了你你搭他的飞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的后门在哪里 但是现在确定就是美国这些产品即使是民间的产品即使是手机即使是民用航空器都有后门 那你到底在指责中国什么呢 看一下企 where you can find music 我想会跟我人家 企'res 不到14个人 甚至 我不过 部分你为了 那是乱